蘇花馬拉松雨25日登場 當天上午6點選手們陸續起跑 沿著蘇花公路南下 連途雨聲稀稀利利 彷彿一場獨特的聽覺響夜路跑 此次賽事設有全馬半馬 11公里及5公里 半馬男子組冠軍許慕華 分享他第一次跑蘇花馬的心得 同時感謝各路高手一同來進跑 第一次來這邊跑 然後不知道坡這麼長 然後來到現場台聽朋友說 全程前10公里都是上坡這樣 啊我剛好就半馬 所以就是全程都要先上去 然後再折返後全程再下坡 全馬路線最遠有到東奧粉鳥林 第一次感受樹豪風景的谷佳倫 賽後笑說今日狀態良好 才有機會在最後關頭反超 拿下全馬男子組冠軍 一開始都落在第四第五名 然後第一名都一直是 那個青大三神賴一廳 然後就蠻有壓力的 是後來可能運氣比較好 今天狀況比較好 到32左右吧 才慢慢追上他這樣 青大三神賴怡婷 這次以兩分之差 拿下全馬男子組亞軍 賽後談及比賽狀態說 訓練量不足是讓他在各個路段 表現不佳最主要的因素 因此會繼續加強訓練 地形其實真的也不好跑 對你要回來之後還要再經過一個大上坡 然後才抖下坡 那其實真的蠻累的 我覺得我現在應該要努力加緊訓練 我希望可以回到兩小時四十分以內 那應該還有一段時間 那目前我就漸漸的把量給增加 對希望可以回到比較好的狀態 交通部將舊蘇花公路打造成適合騎單車 漸行跑步的曼活公路 沿途行津南方澳屋簷觀景台 東澳灣海防步道與粉鳥淋漁港 有興趣的跑友也可以自行前往練跑 身內宜蘭報導